国资的南国的艺术 人类都尊称他为大哥风 他的戏路宽广 文武尖锐 他的唱腔别具一盒 生情并忘 他在海面外的乐剧戏迷中 享有天王小生的领域 他就是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陈孝峰 2016年6月15日 广州大剧院里面 正上演着 《桃花依旧笑春风》 陈孝峰乐剧专场演出 乐剧界明临汇聚蜜堂 纷纷现唱 祝歌陈孝峰 获得第二届广州省文艺 终身成就奖 陈孝峰出生于1925年 曾在广州读大学 因生活所迫 中途辍学 为了生计 他辗转乡下和粤港两地 我就在香港读中学 后来日本就打到香港 这样我就经过很多的生活的变化 第一 我做过农夫 耕田 又做过小买卖 抗战时期 逃难回乡的陈孝峰 为了生活 破语无奈 值得拿起锄头 下田种地 读书人因不懂农作 忙碌了一年 颗粒无收 之后 父亲又给他经营一间 售卖烟酒的小铺 由于经营不善 最终也倒逼 但是我心就不去做戏 几经周折 陈孝峰又回到广州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父亲就带他去戏班 拜当时粤居艺人丁公行为师 但丁公行觉得他是一个读书人 不是演戏料 就委婉地拒绝了他 但年轻气盛的陈孝峰 却暗下决心 勤学苦练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终成一代乐剧名家 其独创的风腔 别剧一格 浓情融于雅韵 所以我能够十几岁落一纸 我是怎样的呢 我找一个吊环 那些吊螺 拉着吊骨的脚 买一纸很辛苦的 真是说不出 自己哭都无论 陈孝峰出生在一个乐剧世家 兄弟姐妹都从事乐剧相关工作 陈家班行荡齐全 人才辈出 当时陈小茶在新诗公司的天台演唱乐曲 陈孝峰在台下收门票 在耳濡目染之下 陈孝峰慢慢地尝试上台表演 也由此走上了乐剧表演道路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 用这两句诗来形容陈孝峰的艺术人生 再贴切不过 陈孝峰的表演精致入微 善于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挖掘其丰富的内心世界 掩来丝丝入寇 分外感人 他善于塑造各种不同的角色 如粗犷的码头工人胡二 坚毅的革命者周文雍 彪悍的匈奴首领蝉鱼 而最能代表他独特表演风格的是 风流才子儒雅小生 如山伯林中的梁山伯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朱便回朝》里的朱便 《王大儒共状》里的王大儒 搜书院里的张艺明等 痴情之处 柔情似水 悲痛之处 肝肠欲断 在乐剧一台上 陈孝枫创造的风枪自成一派 他以感情深沉运集 嗓音圆润甜美 行枪舒展自如 风格儒雅内敛著称 随着山伯林中 锦江诗旅 六号门之麦子 孤舟婉旺 宝玉枯秦文等经典名曲的问世 倾倒了海内外的万千风枪移 皮帕花下 结心里的痴 好梦难缘 仍得能压守 跌不远 感光是泪 感光是泪 不远 他的风行有杨春白柱 特别是陈冠卿老师写给他那些戏 都很漂亮的词 很漂亮的曲 他自己是谦虚 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腔 不是怎会成为自己一个流派 第一个特点 我们当时写的大词典 总结他就是 他的真假爽胡字 他一唱到疏字 就是我们撩字 他用假爽 但是他转到真爽到假爽 你们几乎听不到的 偷薄了音 转得很顺 第二 他因为正经的爽音 不是现在好像轰轰声 所以他唱歌多数用什么 史切音 史切音 史切音不用过 是侯共费来的 类似念爱语 史切音多 他全部唱歌 你细心听一下 所以他是这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 跟师傅学了这么多年 他自己都说 他自己是没有特点 其实很有特点 其实风腔表现很余雅 给人首先觉得很余雅 所以真的很难跟 不知怎样跟 究竟怎样才能学到神足 这样我从来有想 就是我想最重要是投入 就是有感情 入了的气 这样唱 我想师傅应该是会喜欢 当然他的康口是真的很难学的 要 因为他自己研究出来 真的要 要真是很熟 要跟得很紧 才能唱得到他这么滑 这么圆 这么斯文淡定 这么有修养 这是很难的 在乐剧舞台上 陈孝峰创造的风腔别具一格 听起来细腻乐耳 韵味悠长 令人陶醉 但有许多知音和同行 都深有同感 风腔好听 可是不容易唱 有什么疑问 技术当中 其实很多艺术的流派 你都可以去学 加上陈兆峰老师 他是戏剧的 我们是曲艺 曲艺和戏剧应该是 互相学习 我们曲艺唱法 很注重表现唱康艺术 但戏剧的唱法 他很重视他感情的抒发 这是我们曲艺演员需要学习的 陈兆峰老师很有渊源 我第一次在日行 唱第一首乐曲 其实就是《三百临钟》 因为是非常难学 他想在这首曲里 让你们接触多些 很有感情 富有感情的元素 各方面 发口感情 那种东西 最重要的是 他的《丰康》名曲 他是很靠人的心眼 唱到很享受的 很享受的那种礼顺 80年代 已经开始 我喜欢听他的《三百临钟》 这首曲真的很经典 你一听到喜欢的 他公开的曲 他好就是那些时质味 但唱的人 难学难 最难的难的 是什么呢 是那些的味道 ViuYi 噴液落 奋花应奋 冰头练 凉子 一针一线 针针线 七巧手工才前前面 一针一线 针针线 七里有情恩已尽见 回想到如今 敬三天就人交自己 受汗为夫君天温暖 一方云亚全天真心 2005年6月 年届八旬的陈孝峰 再度粉末登场 毅然投入到 优秀乐剧乐曲大观 陈孝峰专辑的拍摄中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艺术家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 立志创新的武器 坚韧不发的意志 完成了共600多分钟的节目拍摄 创造了乐剧表演经典和电视艺术 相结合的典范 让人敬佩之余 更由衷赞叹 风枪艺术之术 但是大哥八十几岁高龄 他在这一个月从头到尾 里面又插包又网筋 演一层 外面还要戴帮帮 演出的帮 几重后 一入到八百平方 几百眼灯 我想那里是高温 整四十度都有 他是这样在高温底下 在强烈一样 在灯光底下进行拍摄 还要是不可以吃饭 因为一吃饭 这里一松 全部都会从头来过 我后来知道原来他是靠吃流质 差不多一个半月拍了 就是这样吃流质 他一声不吭 又没有说辛苦 又没有说不舒服 他真的很有修养 令到我们左右隔壁所有人都很佩服他的老人家 他的艺术专长 艺术的走开过路 只能拍这么多戏 用自视形式来到 希望保存他的艺术资料上康 他们的家人是出不少力的 真是 陈小茶帮他 扶持他 不怕 一直给他一些信心 因为美国当时拍摄 那时候都七十六百岁 那时茶姐 陈小华 他的妹妹 陈小沙 他也可以 还有他女室 itu很鼓舞 他说的鼓勵他 他问我 我将监 Jeżeli讯 我搞梁三八周经台 梁三八周经台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三哪临宗》 是家园户晓的 幾十年成章不須 另外他說要將這個搞的梁足系列 有很多伯格十八雙宋 草庭結拜等等 到最後三日臨終等等 他說你有沒有想到一個主題 我一不加思索當然說 當然是美索 誰都知道 第一這個是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的 他的名曲 他就給我提提 他說拿一簿 不是說不行 他說你考慮一下 我們粵劇有沒有一些音樂 就是說都可以表現梁足這種優美 和悲情這樣的旋律 可能用回我們的好一點 美索拉多利多索拉 畢竟是上海粵劇的東西 我給他提醒了 提醒了 我覺得又是 不是說不可以用 但是你用得上來 我們現在是搞戲劇 瑜劇 你能不能夠什麼 心想來想去 他三日臨終有一句 一開始很有名的 類似念外語 就是 我就用了這句反善以往的嘴 來造成整個梁足系列的主題 結果後來大家反應非常好 包括我和他拍這個梁足也好 他會很細緻很認真 將這個竹英台這個人物 這個唱刊的處理 他會錄來錄給你一起 共同地提早進入了這個情景 這個角色裡 作為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家 陳孝峰門徒眾多 在行內他平易近人 提携後備 同樣贏得大家的一致推崇 我83年在北京讀了一年書 84年有半年 就回單位實習的 我自己當時都很沒信心 帶了個劇本 準備排這個戲 拿回去給領導看 回到一報道就說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大哥的團要排你的戲 我當時又高興又害怕 大哥發現我 他說你不用害怕 他就發現代表劇團 我說我歡迎陳孝梅 來我們劇團實習 從現在起 你就是我的導演 我就是你的演員 我們全部服從你 當時一直說 說到我心裡真的很溫暖 很感動 我記得我1971年 我已經和他第一部戲排 紅燈記 應該是第八場 刑場那一場 當時這個場景就是 李玉和跟他說 我不是你的親爹 這個時候鐵梅立即跪跪下 就唱 爹莫雪 爹莫談 這個時候我看到陳小豐老師 眼淚巴巴巴聲流下來 我當時很深的給我的教育就是 演員的那種投入 我覺得陳小豐老師 他就是一個非常之對藝術 非常之認真 非常之執著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前輩 特別是現在 一個殿堂級的藝術家 他對我一個後輩 因為我之前沒有正式認識 他對我毫無保留地說了很多他的見解 和他的看法 對角色的看法 令我當時很溫暖 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這樣的藝術造藝 他到這個時候 他每晚基本上 他都還有聽回以前的曲 他覺得 他跟我玩 他覺得哪裏有些 還去改進的地方 他都還不斷地脚摸和研究 一字埋身契 骨肉痛分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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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別無發生 啊 今晚夜 有钱人家 食团年饭 今晚夜 我迈亲意 都连关 哎呀呀 一见家门 好被万箭 全身 作为乐剧艺术家 陈孝峰老师除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和艺术修养之外 还走有自己特色的艺术道路 更重要的是他常怀慈善之心 热心公义 感恩之情 在成功路上不忘回报社会 造福他人 我师父被我影响最大的 他有广阔的胸襟 和很豁达 但我觉得好像陈孝峰老师那样 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坚持自己的做人 坚持艺术 这一样东西 是令到我非常之 敬佩他的 这个真的是陈孝峰 就是他后期 对全城这方面 我觉得他百分之百投入 作为一个艺人 到这样的社会地位 到这样的艺术地位 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是我这一行之中 最欣赏的 一个很虞雅 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家 陈孝峰独信一无止境 从不自我满足 苍龙日暮 环形于老树春深 更著化 如今他正整理自己的演出资料 力求百尺干头 更进一步 他表示 希望给自己的艺术 留下一份圆满的记录 也为弘扬乐剧艺术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给你带一次 你带一次